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一月的時候也是呈現 這個沒有生命真相的情況 不過我們繼續搶救之後 現在在九點多已經放上葉克膜 目前生命真相還是不是很穩定 它的確有一點皺眉毛的情況 這是一個好事 湯吉仁大使由外交拼命三郎的稱號 過去在多明尼家受到中共打壓 仍然努力奔走 暴瘦十幾公斤 一夜白頭 大使最近半年快三十公斤 這個大家都看得到 真的辛苦了 我頭髮是白的 多明尼家與我斷交 降起的這一幕大使眼眶紅了 對僑胞致欠自責 讓人比酸 跟外交拼工作拼到昏倒送醫 這次在國慶大典 身體出現狀況送醫急救 也讓外界相當心疼複捨 三立新聞 顧原松 尤家瑋 何冠義成 家瑋綜合報導